另一件事对我比较深刻印象 就是第一年我上课的时候 我听到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说父母亲可以给你的 最好的都已经给你了 以前我自己都非常之 对于某一部分你父母的一些性格 或者行为等等 你当然会有一些不满意 可能你会觉得他很啰嗦 又或者觉得他管着你 当然你在你的意识层面 你会觉得我都明白他是对我好的 但实际上当他又做一些令你不开心 或者你觉得很烦的东西的时候 你那种烦闷的感觉其实依然会出现 在这个课堂里面 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在代表什么呢 我还记得当时做一个类似冥想的样子 就是说其实做父母的 当然我自己已经做了妈妈了 我有子女了 那我就问自己 就是说其实你对这些子女 你会不会给她一些不好的东西呢 是不会的 就是说我懂的 我就一定会给你了 那这个理念呢 我听到之后呢 我就完全真的觉得明白了 我的父母是怎样对我 那也都透过一些练习 将自己处身在他们的角度 又或者我自己做父母的时候 我感觉到父母的不好 其实不是代表他们不好 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误解了他们 当我明白了这一件事之后 我真的对我父母的感觉 是完全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不会觉得他们再很啰嗦 或者当我以前对他们的一些不好的感觉 是真的少了很多 甚至乎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 就是说当他们做些什么 以前可能觉得 我可能会觉得是不舒服 或者我觉得很烦烟 很猛烈的东西 现在去做同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是已经没有了这些感觉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 真的做父母的 是给你了 那为什么这一样东西 在我们的课堂里面 都属于是挺重要的东西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部分的同学呢 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是不好的 有些甚至经常吵架啦 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聊过一两句话 那透过这一样东西呢 我们处理人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是处理了很多 而在PoV的 在我们知见心理学这一套理念里面呢 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直接影响着 你这一生人的很多东西的 那我们的理念就是说 如果你和你爸爸的关系不好呢 是影响着你的事业 即是说你的事业不好 你是代表着某一部分 你和你爸爸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我们也都见到很多同学 当他处理了他和他爸爸的关系的时候 他的事业是会好的 那这个当然是很神奇啦 但是如果你信任这个理念 是有很多很多例子是发生过的 而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又代表些什么呢 你和你妈妈的关系 就代表你和你的伴侣 你的亲密关系 那有些同学也是 如果你和你的亲密关系 或者甚至乎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就是妈妈是代表母性女性那边 他的关系 你和人的关系 也可以反映在你和你妈妈的关系那裡 那我们这个课呢 很多同学也是会因为 改善了他和他妈妈的关系 是会改善了他和他伴侣的关系